那么今天台子期货拉高结算 甚至于现在你所看到的PM盘 还是往上涨 不过有人赚钱 有人赔钱 来我举个例子 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 陆陆续续带枪来投靠 那么因为他的投顾老师 或是他的亲朋好友跟他讲说 目前KD指标在高档出现 非常明确的背离讯号 所以说建议他要放空 结果这叫一空成主顾 你有没有看到这张对上单 这是对上单 他们台子06的夜水部分 总共赔了将近有900多万 我请问各位 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 就好像你3035的资源 你从430几块钱 来到420买 410买 然后来到390 380 一路买到300块 然后结果后来受不了总停水 你一档资源 你可能赔了将近有1000多万 同样的台子期货的部分 你可能因为手中没有正确的多单 然后看他涨就不断的放空 停准 停准之后再放空 结果到最后今天结算 总共赔了将近有900多万 好 那么我先强调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反败的夜水为胜 我再举例 你如果跑去放空台子期货 我还是用同样的口吻 而这个口吻我讲坦白有一点贱 那等于说代表你去放空台积电 你去放空联巴科 你去放空2317的红海 因为这三档股票是台子期货当中 非常重要成分股 那麻烦你把这么好笑的事情 告诉你的亲朋友 这句话很贱 你把你这个事情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甚至告诉你的父母 告诉你的太太 如果你的太太没有把你赶出门 我随便你 你跑去放空台积电 你跑去放空台积电 可是老师 这真的涨很多了 那真的还能再买吗 来再变 基本上这个是日子过很快的 这是台子4月份 还有5月份的对当单 我想大家都看到烂掉了 甚至我们上节目的那一天 台子期货在21711点的时候 我当时就很清楚跟你预告 711叫做多方的一个所谓防守价 结果甚至6月13号 我跟大家预告缩盘大于A席 甚至6月14号 不是说我跟你们对坐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第一时间永久主义信仰 来再看一遍 6月14号的时候 台子期货已经涨到22500点 你知道吗 22500点的时候 我尾盘1.39分的时候 我还在市价买进 如果说你知道你市价买进 到今天结算 你一口单可以赚14万 你的保证金只要22万 22万的成本你赚14万 你赚的将近五成以上 要不赚 要 当然要赚 当然要赚 连导播都说要赚好不好 那问题老师 可是我真的不敢做 不好意思 不敢做没有关系 拜托拜托大家 你真的不要做错方向 记得上去 6月14号的时候 上个礼拜 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信太多 就去买进 到今天又赚了1000点 甚至包括6月14号 要主力信太多之外 我也跟大家预告 2392 3988 392就是买点 就这个买点 我们要赚了500点 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喜欢放空 有没有放空的机会 老天爷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部分 来开始慢慢讲了 这一个礼拜一8点50分 我们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 大盘主力心态是多 那再一遍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做手95%的时间 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 来我举例 很多投资朋友 你做期望或设计你所跟着老师 10分钟之前做多 10分钟之后放空 20分钟之后又做多 如果这样子做能够赚得到钱 我谢文恩马上投 多下给当个几错 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主力的夜随作手 他老公讲说 台湾的投资朋友 有的真的很 他们讲可爱 可是他们心里在嘲讽 很白痴 一下做多一下放空 一下做多一下放空 他说我们每天就只有一个白痴的方向 那他们为什么要一下做多一下放空 就像我请问各位 这几天的台子期货 你不管不管 你收盘买在最高的高点 隔天都还有高点 不像家乐福儿 每天都便宜 那如果说你这么喜欢放空的 好啊 来来来 PM盘去放空 为什么不敢放空 PM盘放空啊 PM盘放空啊 放空完之后 礼拜一的AM盘 有没有跳空开低 所以说转弯过来很简单 那跳空开低 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这么大只的 一个所谓红色 这是为什么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去做多的一个所谓部位 到今天的结算 我又赚了800点 对不对 那你也看到 你看你也看到 7号 11号 12号 7 11 12的一个对账单 这包括13 14号的对账单 所以基本上呢 自由配1加2的一个所谓方案 我建议大家 无论如何 你要好好掌握 那要怎么掌握呢 很简单 基本上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先去下载软体 拥有主力心态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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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6月17号 6月17号 也就是结算 倒数第二天 下午4点54分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多 那如果说你说老师 可是我怎么没有这一个 哇 当掉了 没关系 当掉就来了 没有看看 刚刚当掉秒钟了 老师啊 可是我 我怎么没有这个Telegram 麻烦这个Telegram部分 会员 你一定要跟你的服务人员申请 现在看完我节目之后 赶快赖他们 赶快赖赶快赖赖赖赖赖赖哦 那等于说呢 从拼音盘 你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多 18号昨天 主力心态也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对不对 那么甚至于呢 来我们再讲个笑话 这是昨天的 昨天 昨天18号 18号 当时呢 台子7月份 它的报价在22656 涨了314点 那么当时呢 在昨天我12点50分 在非凡新闻台 不是商业台 非凡新闻台 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 我讲坦白 斯汉都会很害怕 说 你还讲主力心态多 结果呢 从22656到今天的结算 从昨天 从昨天到今天结算 又赚了600多点 而且还跟大家预告 废半指数收盘大于空方防守价 而且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 而且跟大家预告 废半指数的空防 今天早上起床 为什么主力心态多 为什么 学起来 学起来 所以说呢 一加二自由配 我也建议啦 等于说当你学会完之后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摸手 主力在玩手把戏 来不懂哦 再讲一遍哦 昨天预告废半指数 今天的空方防守 都在5748 只有今天早上起床 废半收5765 收盘大于空方防守 这是为什么从PM盘 今天一样吧 8053分到今天AM盘 主力心态都是多 那只是说比较可惜的地方 在于哪里 老师啊 今天我们结算完之后 干我那3000多点 我那5000多点不见了 不好意思 基本上 我再给陈先生建一件事情 陈先生他也是带枪投靠的 说小事涨这么多了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陈先生的 把它学起来 我说你先把它假设 你的营业员突然打电话给你说 陈先生啊 你的期货的手续办好了 现在你可以开始下单 好 那我就问陈先生 你要选择做多来放空 老师我不知道 好 那我选择什么 主力心态 我看主力心态 我看主力心态 今天早上8点53分 我就跟会员预告主力心态多 所以说这之前叫做PM盘 PM盘主力心态多 所以PM盘也是大涨 好 那既然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的很多 我们今天改价改了两次到三次 来看主力 今天早上在9点46分 那我还是想到一些事情 你所收到的callion 你所看到的对账单 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 我头跺下给你当椅子做 来直接改945到920做多 这台子7月份 这7月份 接着7月份 台子7月份 945到920做多 好重 还没完哦 10点50分 10点50分 我还是怕买不到 我还是怕没办法加班买到 等于说第一个点 我买在这边 你们看到 第一个点我买在这边 你们看到 有没有看到 我买在这边 第一个点我买在这边 第二点10点50分的时候 我说23044 我们继续做多 台子7月份 你知道吗 光这样子 今天一天时间就300多点了 一天时间 我就帮我会员赚了300多点了 不懂啊 不懂没关系 看对账单 反正这个月指数涨了1800点 可是那绝对不是你放空的理由 还是老话一句 麻烦你要放空台子7之前 你先问一下你的太太 你说我要去放空台积电 如果你太太说 你可以放空台积电 你就放空台子7 你就放空台子7 我的会员涨了1000多点 不对哦 我从1万7度做多了 到2万2千了 已经涨了5000多点了 会不会害怕 他们害怕 对不对 好啊 用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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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结算了 到今天为止也156289块钱 尽管闪烁 截完了 已经截完了 好 再一遍 先截这样好了 先截这样好了 收盘大于AC 空头继续被电 我讲慢一点 我先讲完大盘了 不要打好了 我们先讲一下股票 股票难难来这里 今天有三分之二的电子股 全部开高走低 没错吧 没错吧 好听清楚哦 OTC指数它的多方防守落在267.56 这个价格绝对不能形成跌破 我是华信头库总经理谢温 我先做预测 我先做预测 好 为什么那么重要 来来来来 基本上买股票 它是徒弟 卖股票它是师傅 来我举例 举例哦 我们昨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 9点钟的时候看到石硕工 石硕工 我们直接卖 卖完之后直接爆杀 爆杀对 甚至于收盘打到点满 打到点满 帮我证明 证明哦 那么问题重点来 今天石硕工留下一条非常长的下影线 好我是华信头库总经理谢温 我一样把话慢慢讲完 我不止股票不用遮 我他爸爸的 拍谁啦 很多都笑识啊 你能不能穿西装打领带 笑识啊 你能不能化妆一下 笑识头能不能输一下 我的会员都很关心我 因为他们希望我收更多的一个会员 可是I don't care 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找一个讲话 讲这么快的 而且在节目当中满嘴脏话 而且没有劳力士手表 没有黄金 我来市场上 我的目的是会员在马路上遇到我 每一个人都谢天谢地谢温 麻烦看一下我们的留言 记得你要按赞分享 我股票没有这哦 好石头工没这哦 而且我直接跟你预告 明天他的卖点都在92.25 了吧 了吧 好 预测为什么这么样重要 因为一般投顾老师呢 我举个例子好了 带枪投靠的他手中有封印 他问我到底要不要出 我说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呢 你不去做停损 现在反正问我要不要出 说没有啦 因为我老师在抠讯当中 都把股票包装的超好的 我干 你看到股票包装超好的 你会想要出吗 你会想要出吗 好那我电刀想哦 4月26号的时候 2609的阳明在48.7 会有人跟你讲阳明的基本面吗 4月26号的那一天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有战争吗 没有 全都是阳明利空 结果我去买阳明了 一档阳明了 我们活生生赚了10倍 我讲期货 然后卖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报告 同样的3483的励志 我们的获利也高达将近有175块 同样在6月4号207块钱 我开始卖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盖牌吗 剩下讲难听点 来来来 继续讲下去 继续讲下去 你说呢 可是老师指数真的涨很多了 涨很多的逻辑之下 要怎么做 好我请问大家 当9958世纪钢 来到360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头顾老师 跟你讲说他有世纪钢 这世纪钢基本面 我们之前讲过 然后一跳快点 我们226买 226买 之后来就一路买 235买 然后世纪钢期货 我们活生生赚了10倍 然后240块钱买 291块杀到跌停板 得说不管包括世纪钢226 不管包括291 这我讲快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从之前的YouTube 都能够找到完整证据 我都去买世纪钢 就世纪钢一档世纪钢 我们总共赚了735万 那为什么老师 真的有这么多吗 拍谁 226 236 235 248 240 291 303买 所以说我总共买了7笔 我的平均成本在257 那同样的3035的资源 你也买了7笔 你的平均成本在350 没救 没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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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档世纪钢到362 我们总共赚了735万 还没完再给大家看更屌了 所以说对大家看过了 如果说时间能够倒带 你世纪钢可以买在223 买在226 买在230 你应该到现在很high吧 230对不对 238还在买 所以到288到310 一档9958世纪钢 我们都还在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一档世纪钢呢 我们又赚翻了 好来继续讲下去哦 来 老伯帮我验证哦 623号那天哦 世纪钢要不要反手放空 这可以改嘛 360放空到今天 340 你们要赚了20块钱 这要证明 这要证明 好 世纪钢你们放空 我没放空 我没放空 好来来 3450联军625号 625号 跟你讲NVIDIA 最后一里路要靠它 我说这一档股票连续跌了7天 后来呢 我直接亮牌给你看 就是345年的联军 结果联军呢 为什么你要找我错 Mira 你照做 来来 我再一遍哦 联军连续杀7天 这杀第7天哦 杀第8天 杀到82.6 我请问各位 你敢不敢买 我们是在多少钱 联军跑来来 再倒回去 没关系 那按F5我也会用的 这个东西我也会用的 然后就跑第一张 没关系 然后就跳快一点 警官三说 没听我唱歌好了 唱歌也没关系 没有啦 等于说有些电脑设备的话 你不能随便乱按 随便乱按到它 它就会跳掉 跳掉没关系 来来来 联军联军我的可爱联军跑哪去 四季刚来来联军 来联军哦 联军看清楚哦 这个急刹我们92块钱先卖 卖完之后 我在82块钱买回来 那我说过了 我四季刚可以赚700多万 那联军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礼拜赚一倍 我谢文恩马上证明给你看哦 等于说呢 我们在82块钱买 然后来到88块 90.8我们还在加码买进 83块钱买 好啦算83 随便啦随便 83块钱买 90.8我们还在做加码买进的动作 所以来到94块钱 还有96.4 一档345年的联军 到6月18号我们都还在买 老师你昨天联军没给我们看对当单啊 好啊来啊 我可以看对当单你要入会吗 这一个礼拜拜好入会手续再看一遍哦 96.4到94还在加码买进 91打叉叉没成交没成交 那请问各位 不知道对当单吗 不知道对当单吗 结果一档联军到今天已经111块钱了 还证明我的节目 你一定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有很多的教学 你记不记得 昨天就像今天联军 有没有震得很激烈 那我的会员问我说 联军要不要获利卖出 我说很简单来判处哦 这是昨天6月18号 我们软体 我的软体真他妈的好屌哦 除了给你阻力信贷之外 也给你多关防守价 这种软体你能找到比我厉害的 你只有带相投靠 不可能比我厉害的 好来判处哦 昨天联军的策略他还在加码 还在加码 还在加码 来判处哦 我专门跟大家预告 联军今天空外博的都在107 就今天联军开108 有没有比这个数字大 所以说我1秒钟配合大盘主力信太多 我告诉我的会员绝对不要卖 结果呢 好 今天联均涨到111块钱 为什么你要跟我操作 不管包括几杀 几杀83块的联均 90.8 94 96.4 联均我们买比较少 我们只买4次而已 可是这4笔加起来呢 我的平均成本是91块钱 那91块钱到今天111块钱 捐91块钱 不要忘了哦 我有4笔的联均 所以一档联均 我就赚80万 你再把80块除以我的平均成本91块钱 一档联均 我又倍数获利了 好 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现在没时间讲了 来 电力股的话 我用跳的比较快 因为我们这棚都规定就20分钟 来 这今天很精彩的新闻 四电 今天 我是12点50分吧 他问我说 实际上问我说 看太夸张了 四零电机 已经打入AI伺服器 一体散热系统 持续供应COVER 20 试电突然变成了AI供应链 来哦 中间先不讲 来 直接看对象单比较快 对象单比较快 243 289 有 买中间的时候 我跟你讲哦 中间有看过对象单吗 我说大牛股 老师 为什么中间现在不涨了 因为目标就只有两成 毛利只成长三成 公司要涨价了 有没有 是不是1513中间 而且中间我也没盖牌 好 那进入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再稍微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的会员很聪明 你知道吗 我会鼓励他们 你今天从股票骑货赚的钱 记得我们要买一些00919 00937 你看哦 你看哦 还有包括00898 富邦未来车的话呢 它里面非常重要成分股 就NVIDIA 它买在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礼拜才买 这礼拜买在27.85 今天好像29块钱了 29块钱了 然后包括了ESG投资等级在买在15.76 然后今天好像17块钱了 所以包括00919买在买在25.5 今天已经好像27块钱了 赚翻了 赚翻了 我的会员是这样赚钱的 我是这样帮助资产上配置 我借从股票从起货赚的钱 不好意思 你去买债券 债券每一个月都配期 固定配期 好了 这个都不是重点 来讲答案哦 基本上为什么你要按站 因为当你按完站之后 你没有感觉到 你的人生好运就旺旺来了 来 马上证明哦 那个102块钱 我买进的2317红海还要110块钱 那我们跟大家预告 我说2317的红海199叫做超买区 9958世纪钢360块叫做超买区 这是我华讯同步总经理谢文 我在节目当中 我免被跟大家做的一个所谓预告 听清楚哦 看清楚 妹妹在画圈 没关系 然后这次呢 刚刚你们所看到 世纪钢要不要防守放空 1213号 1213号来到360块 360块 好直接给大家 一个是9658 一个是2317红海 9658 2317红海 怎么使用 不会使用 要打屁股 不会使用的话呢 麻烦呢 我们现阶段 我们升级放大版 直接把我们的线上课程给带回去 世纪钢急杀 你是要站在买方 红海急拉站在卖方 我是华信头顾总经理 谢文恩再一遍 股票不用折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 在节目当中免费跟大家预告 这他爸爸的才是你要的专业 我们讲他妈的 他爸爸你要的专业 你认同我们操作理念 反正少了百万天成本 还有四百多万的 一路广告的费用 真的只要360 一天一个机内的费用单 我们电话码 02-2392-3988 永远相信事前预告 才是真的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